是什么原因让你弹吉他手腹迟迟无法得到提升呢 咱们弹吉他就是大脑与手的配合 大脑释放一个主流手去执行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肌肉的放松至关的重要 比如咱们左手的和弦转换 它是有一个先放松再发力的过程的 如果你前一个和弦发力比较猛 那么肌肉放松需要用的时间就比较的长 这就是导致你和弦转换不够流畅的根本原因 并且当左手持续高额的大量输出力量的时候 肌肉会僵僵并且会产生大量的乳酸 这些都是无论你怎么苦练都无法提升手速的关键所在 所以咱们在日常练琴的时候 要学会管控手指的力量输出 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比如S和弦先用力的给它按响 能发出声音这是排在手位的 然后给它稍微松一点力量 再扫一下 还是可以发出声音再松 这个时候有点呲呲的吧 稍微增加一点力量 记住这个可以让琴弦刚好发出声音的最小力量 然后把你会的所有的和弦全都这样的去操作一遍 让手指养成一个良好的肌肉机翼 包括爬格子弹音阶也是同样的道理 用手指按住一根琴弦 给它拨响 然后松一点力量 再松 呲呲的了 增加一点力量 每根手指都如法炮制 每一根琴弦都如法炮制 经过一段时间这样针对性的练习 你会发现手指尖上的简也少了 大拇指这一块的肌肉也不酸胀了 和弦包括音阶的转换速度也更快了 所以在学习吉他的领域 勤能补着这四个字并不适用 错误的练习方法只会让你的苦练渐行渐远 我是玩的吉他 专注于零基础吉他自学健的分享 关注我自学吉他 少走弯度 视频每天持续更新 咱们明天见